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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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今日和大家 簡單三個步驟做一個香蕉蛋糕出來 首先我們把材料準備好 200克中筋麵粉 70克無鹽牛油 110克沙糖 2隻雞蛋 7克梳打粉 3克鹽 3條香蕉 開始的時候 首先我們把香蕉壓成糊狀 壓到見不到香蕉粒 我們就把牛油 砂糖 雞蛋 加入去拌勻 牛油會比較難拌勻 我們可以把牛油加熱少少 再放入去拌勻 拌到完全見不到牛油粒 這樣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把鹽 梳打粉 放入麵粉裡拌勻 先拌勻 先拌勻 拌勻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麵粉放入去 剛才預備好的香蕉糊裡 麵粉 麵粉就這樣倒下去就可以了 不用過篩 拌勻都沒什麼要求 總之拌勻就OK 最緊要不要拌過度 拌好之後大致上就完成了 然後就可以倒進去 預先掃好油的模子裡 之後就可以倒進去 預先掃好油的模子裡 然後把表面刮平 搞定就可以放入焗爐 160度焗55分鐘 一個這麼簡單的香蕉蛋糕 我們就完成了 香蕉蛋糕相對於其他蛋糕 都比較健康的 還有一個好處 如果你吃不完 你可以包好一件件 放入冰箱 要吃的時候 隨時拿出來 放入多士爐烘一烘 就吃得了 香蕉蛋糕 真是一個超級方便的美味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到gro 就做到我們到此 都只有1號 1號